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 很多年轻人都不会像过去那样保守 所以有的情侣经常在做完房事后 会和对方一起去探讨这个问题 或许很多人在完事之后 感觉身体很累 倒头就睡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两个人应该静下心来谈谈 如何去爱对方 以下是我总结的几点 一起来看看吧 一 对你女人说句我爱你 完事之后抱着你的女人 这样会让她感觉到安全感 此时在她耳边轻轻低吟 并对她说我真的很爱你 也许一句简简单单的话 就可以让你的女人得到满足 也会使她内心感到开心 觉得你是在乎她的 因为现在很多男人 在玩过别的女人之后 根本是不会去负责任的 而是拍拍屁股走人 所以现在女人需要很简单 就是你对她好 时不时的对她薛寒问暖 在心里永远都有她的位置 就可以了 女人永远都不会像男人那样 沾花惹草 她们永远都会做家庭主妇 顾全大局 一心只对自己心爱男人 忠心耿耿 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 而去做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 二 试着讨论知识 说起这个话题 很多人肯定会说 根本就不用去讨论 因为不管使用什么知识 只要双方和谐就可以了 其实当你说这话的时候 就能体现出你根本就不懂得 去心疼你的女人 因为有的男人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她们在做房事的时候 幅度会很大 有的女人根本接受不了 这样大幅度的姿势 也会伤害身体 所以当你和老婆做完事之后 不妨问一下老婆 哪种姿势是她接受不了的 在下一次过程中一定会改 三 讨论下一次的场景 其实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女人都喜欢浪漫 当你和老婆讨论这个问题时 她会觉得你很用心 其实一个浪漫的场景 肯定是足光晚餐了 当然二人世界也很重要 在你们进行晚餐的时候 不免喝点红酒 听一些舒缓的音乐 这样就能够使两个人产生爱的感觉 四 一起泡个澡 一整天都在忙碌着工作的事情 回到家又和鲜爱的女人进行防饰 完事后身体觉得很累 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人可以休息十分钟后 一起去洗个鸳鸯浴 在洗澡过程中 你们可以为对方去按摩 替对方打沫一路 也可以谈谈知心话 或者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 这样才能够使你们夫妻二人生活 变得更加甜蜜 不管工作再苦再累 多和对方沟通 你们两人婚姻永远都可以甜蜜幸福